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刘凯薇推到了所有的工作回香港过年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好好地陪陪女儿小糯米 毕竟刘凯薇一出去工作就要几个月才能够回来 小糯米只能和爷爷奶奶待在一起 这次见面之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爸爸了 其实刘凯薇为了能够多陪在女儿的身边 已经推到了很多的工作 就为了能够有一些时间来接送小糯米上下学 陪伴她的成长 这次是为了参演话剧雷语 刘凯薇才前往内地工作了几个月 算起来呢这也是离开女儿最久的一次了 刘丹也表示即便刘凯薇在内地工作 但是妇女二人每天都要打视频电话 感情十分要好 在采访的过程中 刘丹并未提到小糯米的妈妈杨幂 网友们纷纷表示 起码趁着过年的机会 小糯米还见到了爸爸刘凯薇 但是和妈妈杨幂啊 好像已经有超过半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 确实 一方面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前往香港受到限制还要进行隔离 另一方面 杨幂的行程工作比起刘凯薇来说 要满满道道许多 很难能够抽出时间来 就连前不久的春节期间 杨幂也没有休息的机会 在排练春晚之余 还参加了不少活动和拍摄 最近杨幂和徐凯的爱的二八定律也开拍了 据工作室透露 杨幂整个月都要待在剧组进行拍摄 想来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女儿小糯米 不知不觉小糯米都已经六岁了 此前刘丹还在采访时表示 由于疫情的原因 今期小糯米都在家里上网课 不仅每次上课都认真听讲 而且十分乖巧听话 都不需要大人的陪伴 小小年纪就十分的独立 自从杨幂和刘凯薇离婚后 几年来 男人都一直保持着单身的状态 但是相比刘凯薇一直未传出什么绯闻 杨幂这边呢 显得就没有那么的平静 一直以来呢 网友都在猜测 杨幂是否已经和大逊在一起了 毕竟大逊在节目中就公开表示过 对于杨幂有好感 之前还有媒体拍到杨幂与魏大逊 同步出入某小区 疑似已经同居 网友对于两人的恋情也是 一直保持着热切的关注 不过不管刘凯薇和杨幂以后 是否会重新来结婚 小糯米是两人的宝贝女儿 这一点呢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也希望两人有时间 一定要多陪陪小糯米啊 对于杨幂起初的印象是在 双小炮狂想曲里 饰演成好的儿媳妇 但是印象不是很深刻 直到在聊斋之一只小倩里啊 杨幂饰演的是聂小倩 虽然王祖先版本的聂小倩 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 但是杨幂的聂小倩 看了一会儿呢 也不会让观众失望的 各有千秋 接着杨幂出演了 《神交侠律》里的郭湘 郭湘机灵古怪 喜欢杨过 并为他在盖班盛会中 大半生日使他终生难忘 杨幂把郭湘演得活灵活现的 接着呢 杨幂又出演了《笑着活下去》 在里边饰演程晓诺 是一个生命的千金 单纯善良家里面 经历了重大的变故 但是呢 怕他担心 一直没有告诉他 接着杨幂继续出演了 《仙剑写下转三》 在里面饰演了唐雪剑 个性骄纵韧性 是大小姐脾气 因为祖父病重 被家族人欺负 父亲离家出走 接着杨幂还出演了《宫所新域》 在里面饰演了骆青川 杨幂也是因为这部 穿越去火了起来 从此以后 杨幂的采访就越发的多 我们通过杨幂的采访啊 也是越来越喜欢杨幂的 高智商和高情商 还有乐观的心态 紧接着杨幂又出演了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和《祝梦情缘》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 饰演白浅 素素和思音 上神俊俏美丽 历经情节期间呢 与《至爱夜华》 经历三重爱恋纠葛 化身男儿身 思音 思音结识了离境和胭脂 为封印情仓而被打落凡尘 被封印了容貌能力和记忆 变成凡人素素 在《诸蒙情缘》里饰演 傅韩君 是富家大小姐 建筑设计师 敢爱敢恨 实验不惠 杨幂除了以上的电视剧 还有很多出色的电视剧和电影 例如《红粉世家》 王昭君 《美人心气》 刁门新娘 《命运娇小曲》 《北京爱情故事》 《如意》 《盛夏晚晴天》 《古剑奇谈》 《气爱的翻译官》 《谈判官》 《扶摇》 《孤岛惊魂》 《东城西旧2011》 《八星暴起》 《春娇与志明》 《后祝爱》 《小时代一二三四》 《分手大师》 《何以生肖默》 《我是证人》 《怦然心动》等等 刘凯威起初的印象呢 是在《幻子成龙》里 饰演的陈天雄 因为极度变成了坏男人 在大家的帮助下 慢慢地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直到在《一见底眼泪》里 饰演的江浩天 我们开始喜欢上了刘凯威 是一个单纯干练的男人 对工作认真负责 但是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却很糊涂 接着刘凯威出演了《娘妻》 在里面饰演高耀宗 接着刘凯威又出演了《千山暮雪》 在里面饰演莫少千 刘凯威除了以上的电视剧 还出演了很多出色的电视剧和电影 例如《绝种好男人》 吼入爱 大清灰烧 顺娘 如意 欢喜婆婆 敲媳妇 美人无泪 剩下晚晴天 妻子的秘密 千金女贼 抓住彩虹的男人 两双花 你是我的姐妹 寂寞空庭春玉晚 一念向北 柠檬初上 飞刀 右键飞刀 周末父母 继承人 等等 2012年1月8号 两人在微博官宣恋情 2014年1月8号 两人在巴厘岛举行婚礼 6月1号 两人的女儿出生 2018年12月22号 两人宣布离婚 但是两人还是以亲人的方式 抚养女儿 最悉 两人是2011年拍摄如映时 依稀生情 据说两人分开的原因是因为 两人都很忙 总是聚少离多 感情受到了距离的影响 到时感情转弹 不过两人分开之后呢 两人也没有互相指责 再一次采访 杨幂还称呼刘凯薇 叫凯歌 前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吃瓜杨幂与魏大勋的恋情 之前杨幂在微博拍了美照 沈童也在线吃瓜 让魏大勋过来评论 也有网友说沈童的 好 是被盗了吧 但是呢 也有说两人还未官宣 两人就分开了 在4月初 有媒体拍到了杨幂和魏大勋 同穿同款的情侣羽绒服 杨幂手里拿着冰淇淋 入住同一家酒店 第二天 杨幂去了剧组 魏大勋也是陪伴了一整天 直到傍晚 两人才回到了酒店 网友直呼 连凯歌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啊 在4月末的时候 有媒体拍到杨幂从 李佳琪的直播间下班后 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回到了魏大勋的酒店 不过这些事情 杨幂和魏大勋从未回应过 在石锤面前也从未承认过 那么咱们还是静静的 等待女神 官宣的那天吧 祝福杨幂 事业越来越红火 爱情幸福甜蜜 女儿健康快乐成长 在箱子里处理 那天 冬显